中国乳业大事件 63岁牛根生退任 猛牛进入中良时代 未来战略会调整吗 原标题 中国乳业大事件 63岁牛根生退任 猛牛进入中良时代 未来战略会调整吗 牛根生辞任待公司非执行董事 即战略及发展委员会成员 并解释称他辞任主要系退休 并拟将更多时间投入慈善工作 牛根生于1999年 同其他九位发起人 一起创立内蒙古猛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后于2003年4月 歌名为内蒙古猛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彼时 牛根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当时他已在中国从事乳制品 毫业超过25年 对猛牛发展一直担当重要的管理和领导角色 中良彼时与后破投资 共同组建一家特殊墓地公司注资猛牛 以每股17.6港元的价格 投资超过61亿港元 获得猛牛乳业20.03%股权 成为猛牛第一大股东 入主猛牛后 中良在猛牛乳业董事会中占三颗非执行 本市名额 后破投资占一颗非执行本市名额 内蒙古猛牛是牛根生最初成立的企业 也是上市的猛牛乳业的主要资产和主营子公司 中良系人是接棒牛根生职长内蒙古猛牛 意味着猛牛正式进入中良系 猛牛乳业比实表示 牛温生辞去内蒙古猛牛董事长职务 转任猛牛乳业董事会主席后 将从更高层面继续负责该公司战略 而中良总裁的接任有利于猛牛乳业和中良资源的合作 猛牛乳业最新公告的董事会变更信息显示 中良进一步增加了在猛牛的话语权